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清除的话其实跟刚刚写的差不多 反正有一个range 我这个清除的话就是range的哪一列 第i2 i2这个 然后到追的最下面 我用追踪的 所以这个刚刚有写过 向下追踪 从i1向下追踪 然后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帮我清空 会产生一个r 这个r指的是最后一列 所以我这边是把它这样子 假设有资料 那再来要清除的时候 我就向下追踪 所以追踪到 它应该最下面列38 所以我就把这个38 放到J的后面 所以i2到J的38 然后这样的话 得到的结果就是 把这个范围给清掉 没了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 写一个那个所属单位 怎么样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逐一逐一的放过来 当然写法很多了 我想的方法是 我先把这个范围先框起来 那这个范围不包含什么 它的栏位 它的上面的名声 所以从第二列到第八列 从第一栏 应该是第七吧 第七栏 所以我的习惯就写这样 for i i的话指的是列 第二列到第八列 for J的话 J的话是指的是蓝 蓝记得一定要用那个 就是数字 从第一蓝到第七蓝 所以这边是一到七 那这个回圈指的是把这个范围框起来的意思 那框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就逐一逐一个 这个储存格就是Sales ID的J蓝 这个也是这样 Sales ID的J蓝 那当然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里面有可能里面是空的 所以我要先判断什么 如果假如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就Sales ID的J蓝 如果我要把它取到这边来 特别注意 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呢 它里面不能是空的 所以我这边判断不能够是空的 不等于空的 那表示说里面是有资料的情况下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call过去呢 所以我要把找到这个哦 那怎么call呢 一样嘛 前面好像讲过 就是说你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把你的来源放后面 那你要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边来 第I列 第I蓝 那第几列 我要先第一次放第二列 所以我这上面加一个K 这个K做法 我们前面做了蛮多 从第二列开始帮我放 所以我就放在I2的这个储存格 J里面放什么 特别注意 J比较特别 它一定是哪一蓝的第一列 有没有发现 它一定是在第一列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J的 一样的第几列 后面就K等于K加1 然后一直都一推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所以我把它组行跑一下 F8 那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个储存格 这个里面呢 放的是什么 郑小明 郑小明 然后它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所以就帮我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上面 有没有 E的话指的是第一列 第一列 B单位的同一蓝 第一列第一蓝 就是A单位 所以把A单位放哪里 放在旁边 有没有 K等于K加1 所以K等于3 然后下一个的话 应该就是 再来的话 应该就第二蓝 所以会变成大名 这里面应该是成大名 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就把成大名放过来 然后把它上面的那个 同一蓝的 第一列的B单位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一直在推 所以底下都做一样的事情 假如它不是空的 它就帮我带过来 把它上面的单位名声 通通一个一个逐一的逐一的 帮我把它输出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执行全部OK了 这样的好处啦 就是你不用人工慢慢复制贴 但你以往也是C,C,C,V,C 是也可以完成 但问题是很浪费时间嘛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进化成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自动化完成 那就是这个程式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这个程式我有把它写出来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在云端摆板上面看到 就这一段 OK 底下其实还有另外别的写法 这个我想因为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来看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记得啦,回去有时间 就可能还是要做一点作业 你就把它当成是 这个我们期末最后要交作业 OK 那你们就是像上个礼拜的那个 人事考评 跟今天的那个翻面管理 也许可以回去再练习看看